严格讲就是共产党参战了 控制中心在北京 他们现在已经在海参馆布拉格、绅斯维克 已经建立了中俄所谓战略协调中心 现在美国人还讲是中国共产党、习近平、解放军 有没有提供给俄罗斯、俄乌战争的武器 这是个笑话 从第一天普京在战前到北京和习见面 签署下来上不分顶的两国关系 和第一战、第一枪、大量的武器供给 都是中国给的 都是习死还给的 当时已经在黑龙江 已经建立了中俄战略协调中心 大量的军事补给物资都是中国产的 而且在战前已经大量的东西已经过去了 往前走 到苍 都会出门 都会出门 大量的军事补给了 ufff 是 感谢观看